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热潮 甚至成为了旅游热点 在这次评选中 惊摇赶奖的最终票选完全由玩家决定 这份荣誉的分量可想而知 游戏的主美杨琪在颁奖典礼上也特别感谢了所有支持的玩家 手中举着象征着胜利的模型 展现了开发团队的感激之情 黑神话 悟空的精彩剧情围绕着孙悟空的冒险 玩家将化身天命人展开寻找大胜的旅程 而除了这款游戏 2024惊摇赶奖还颁发了多项其他奖项 包括最佳游戏叙事和最佳多人游戏等 让我们的游戏界更加精彩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突发事件 我是您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特别节目将聚焦于一则来自网络的重大新闻 2024年的金摇赶奖年度游戏大奖被黑神话 悟空斩获 金摇赶奖是一项备受玩家和业内人士推崇的游戏奖项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其投票完全由玩家决定 这使得其荣誉含金量更为显著 因此黑神话悟空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赢得终极年度游戏和最佳视觉设计两项大奖 意义非凡 在领奖时 游戏科学的官方账号对所有玩家表达了深深的感谢 特别是在感谢词中称呼支持者为天命人 这也是游戏中玩家扮演的角色名称 这样的互动增强了玩家的归属感和参与感 无疑对游戏本身和其社区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黑神话 悟空的主美杨奇在颁奖典礼上 通过视频发表了获奖感言 他手中的天命人模型也引起了观众的注意 这一细节展示的不仅是游戏中的文化符号 也是对参与创造这款游戏的团队和玩家间深厚连接的生动诠释 黑神话 悟空作为中国首个真正意义上的3A单机游戏 自发布以来便在国内外掀起了热潮 游戏场景的取材的甚至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成了旅游热点 这种游戏与现实的互动影响了更多领域 为当地旅游业也注入了新的火力 游戏的背景设定在孙悟空取得真经之后 他被封为斗战圣佛 但天庭并不希望他回到花果山享受自由生活 因此派出天兵天将由杨俭率领去除掉他 玩家则扮演天命人 踏上寻找大圣六根之路 这一剧情设定巧妙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游戏设计理念 吸引了大量玩家的关注 除了《黑神话》《悟空》之外 2024年的金瑶感奖还颁发了其他几个重要奖项 其中最终幻想其重生 以其引人入胜的剧情设计获得了最佳游戏叙事奖 《绝地前兵2》凭借其精彩的联机体验 荣获最佳多人游戏奖 《宇宙机器人》则因其出色的音效设计摘得最佳音效设计奖 此外 《爱尔登法环》《黄金树优影》获得最佳游戏资料片称号 而最佳个人独立游戏和最佳独立游戏奖 分别由《谢谢寻宝奇遇》和《小丑牌》赢得 在分析《黑神话》《悟空》取得成功的原因时 我们必须注意到几点 首先 这款游戏的成功得益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创新的游戏机制 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背景设定 使其在全球市场中独树一帜 吸引了对中国神话和文化感兴趣的玩家 其次 游戏的高质量制作 以及对细节和视觉效果的极致追求 使其在视觉设计上赢得了广泛赞誉 另外 玩家社区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也是其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 《金瑶赶奖》的投票由玩家决定 这意味着《黑神话》 《悟空》不仅仅是一个好的游戏 更是一个能够引发玩家共鸣的游戏 游戏科学通过与玩家的良性互动和积极的社区管理 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忠实的玩家基础 这也是它能够在大奖中胜出的重要原因 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 也标志着中国游戏产业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 长期以来 中国被视为全球最大的游戏市场之一 但在原创3A大作方面的贡献 一直不如欧美和日本等国家 然而 这款游戏的成功表明 中国的游戏开发商有能力 制作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 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认可 然而 这也为中国游戏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如何在保持文化特色的同时 不断创新以迎合全球玩家的多样化需求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 他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展示了中国开发者在全球市场上的潜力和雄心 在结尾让我们展望未来 随着游戏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全球市场的日益融合 游戏将不仅仅是一种娱乐形式 它将成为连接世界不同文化和人群的重要桥梁 《黑神话》 《悟空》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 激励着更多的开发者去探索和挑战新的可能性 他提醒我们 游戏的世界无边无际 创新和文化的结合 能够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体验 今天的突发事件就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期待下次与您共度更多精彩时光 话说2024年的惊讶感讲 惊天动地的结果揭晓 由中国游戏工作室Game Science所开发的《黑神话》 悟空一举夺得年度终极游戏殊荣 这一刻 犹如猴子翻天 把全世界玩家的心掏出来又塞回去 连带着电脑前的你我也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 这款游戏不仅在推出后打破了许多游戏的同步玩家记录 更成为Steam上史上第二受欢迎的游戏 仅次于绝地求生而已 有趣的是 它还把之前由帕尔世界创下的记录踩在了脚底 这真是让人忍不住想替帕尔世界的玩家擦擦眼泪 到底这款游戏有何魔力 让我们来看看开发者的背景 这家来自中国的Game Science工作室 过往的作品履历单薄的就像悟空的猴毛 一共只开发了两款手机游戏 谁能想到 他们竟然能在第一款主机游戏上 轰出这么响亮的成绩单 这就像是西游记里的猴子从五行山下蹦了出来 直冲九天 完全打破了大家对新生工作室的期待 当然 这成功并不仅仅是因为运气好 从游戏的视觉设计获得大奖就可以看出 Game Science可是绝对下了功夫 每一个场景都美得让人舍不得眨眼 仿佛每次按下暂停键都是一幅画 这些细致的设计不仅吸引了无数游戏玩家 也让评委们一致点头如捣算 最终夺得了最佳视觉设计的桂冠 游戏界的媒体们各个都被这一成就震慑住了 从游戏雷达到全球游戏者指南 无不纷纷赞赏这家工作室的惊艳之作 大家都在想 Game Science是如何在短短时间内 以轻松优雅的姿态完成这样一个令人惊叹的逆袭 这背后肯定有着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在金瑶赶奖的颁奖典礼上掌声如雷 舞台上的Game Science团队成员挥舞着奖杯 脸上挂着如同猴子偷盗仙桃的灿烂笑容 这一刻他们不仅是中国游戏界的骄傲 更是全球游戏市场上的新星 闪耀的连新星都感到自愧不如 黑神话 悟空的成功证明了 只要有创意 有努力 即使是初出茅庐的小工作室 也能在竞争激烈的游戏市场中抢占一席之地 而我们只能期待这群行走中的奇迹制造者 接下来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作品 让我们像看西游记一样 看得津津有味 舍不得和尚剧本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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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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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of and insight our way